养一只安妮这样的渡宾 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 首先 保渡宾这种大型犬 最大的开销就是吃饭 每周都会去超市囤一些鲜食 像是牛肉 鸭肉 内脏 还有蔬菜 每个月大概500左右 主要用来配合煮粮拌饭或者家餐使用 安妮以煮粮为主 平时忙起来真的没时间给安妮做饭 煮粮用的是鲜朗烘焙狗粮 我会比较喜欢烘焙粮 相比蓬化粮营养流失会更少 81%的含肉粮 低迷的西鸭肉 没有肉粉 无骨无痘类 配料表也干净 很多人会觉得羊大狗吃狗粮很费 其上狗粮能量换算 吃鲜朗烘焙粮的量会比蓬化粮少 很适合安妮这种成长期需要长身体的狗狗 所以每次大醋我都会吞 一个月吃600左右就行了 是不是很省 还有每吨要添加的钙片 鱼油卵链脂质鞋 一个月在350块左右 临时我都是给它买这种手工做的 一个月200 所以在吃的方面 每个月的支出大概是1650块 肚病很容易有皮肤病 洗澡的话是一个月两次 去医院做药育一次 我自己给它洗一次 每个月150 去床也是必须要做的 每个月80块 还有像是玩具和其他的日用品 均摊下来一个月150块 合计下来 安妮一个月的开销大概是在2000左右 一年的话就是2万 十年的话就是 这还不算带安妮去狗公园 生病啊或者体检花的钱 既然这些可真就算不算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买狗就像买房 尤其是大兴犬 买狗只是首富 剩下的才是大头 所以大家养狗前一定要慎重考虑 一旦养了就负责到底 听了这些 你们还想养一只这样的大兴犬吗